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高举口号 六年了 正义在哪里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追究犯罪者责任 正义永不缺席 据统计 有数百名华人抵达现场 为这名华裔少女发声 示威者贝拉黄表示 她有九岁和七岁的女儿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害怕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孩子即将进入青少年阶段 却还看到当年不幸惨死的女孩案件 依然没有终结 她极为难过 她说 我们有着相同的感觉 六年半的时间对于正义来说太长了 我们中很多人是父母 我们渴望为我们的孩子打造一个安全的社区 被告案发前17个月 以叙利亚难民身份由温哥华一个教会及团体担保抵达加拿大 居于本拿比加人住所 案件原定2020年9月开审 但因多个问题 包括领选陪审团 控辩双方律师争执 以及提交文件多次延期 案件直至今年4月正式开审 4月 阿里对涉嫌谋杀这名女孩的指控表示不认罪 受害者的名字目前受到法庭出版禁令的保护不能公布 在将近9个月的审判期间 陪审团听取了近50名控方证人的证词 包括警察 平民和专家 他们声称 女孩曾遭受性侵和勒死 而且她的体内发现了阿里的DNA 验尸结果显示 死者的脸部 头皮 手臂和腿部受伤 皇家律师伊索贝尔基利在4月份的庭审开庭陈述中表示 DNA检测结果将证明阿里对这名女孩进行了性侵犯 电话记录还显示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联系过彼此是陌生人 据检控官透露 证据表明被害人的性行为不是自愿的 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在密林地面上 法医病理学家称 死因是窒息死亡 此外 一名温哥华女性医生在出庭后突然失踪 最终被发现已经死亡 周四 检控官在凡结案陈词前说 叫陪审团用两分钟的时间想一想 被告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将一名13岁的女童勒死 检控提醒陪审团 有证据显示 女童是死后才被性侵 阿里的律师凯文下午批评控方 不断以儿童等字眼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 指陪审团应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做出裁决 证据只证明被告阿里性侵遇害女童 但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阿里是凶手 法官在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前 将发表最后的指示 由于被告正在面对一项一己谋杀指控 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共识才能宣布裁决 陪审团有望于下周二12月5日 做出阿里有罪或无罪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12月2日上午11点 750HOMEB STREET WANCOVER 温哥华艺术馆门口还将有示威游行 组织者表示他们呼吁行动 敦促所有父母和即将成为父母的人站出来 与您的孩子一同发声 被被害人争取一个公正而公平的审判结果 只有凶手被严惩 恶魔才会有忌惮 我们才能放心看着自己的孩子 走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 该活动倡议为期11天将于12月10日当天结束 最近加拿大BC省最高法庭接到了一起 数量庞大的索赔案件 数额涉及数百万家元的家族企业资产 据悉 加拿大BC省Chiliwag一名现年88岁的男子 于2012年突然离开了结婚48年的妻子 在留下一封告别信后搬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Rosewell 然后他最近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的房产回到加拿大 并向BC省最高法院提出了 对家庭资产中数百万家元份额的索赔 BC省最高法院已经给予这名男子一项临时判决 要求81岁的妻子分期给丈夫提供42万5000家元 以平衡双方的法律斗争 帮助男子支付继续追索的费用 并指出该男子提出的索赔有合理的成功可能 丈夫的诉讼对象是 他的妻子 儿子 儿媳以及他们的公司 在该案件中 丈夫指控称 在与儿子会面期间 他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了转让 夫妻所经营企业股份的文件 具体的听证会将于云年4月举行 临时判决称 该男子每年靠33000的养老金生活属于经济弱势的定义 BC省的家庭法允许弱势配偶获得援助 法院表明此举是为了帮助平衡诉讼竞争环境中 一方配偶掌控所有或大部分财富或资产时不公平的情况 丈夫出走美国的具体故事是这样的 2012年 丈夫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离开了妻子和儿子女儿 留下了一张手写的字条 上面写着 你是一个好妻子 一直都是我在惹麻烦 也许 现在我离开了 我就不会再惹任何人生气了 该男子还表示 他为之前自己每每发火感到抱歉 承认自己是让妻子伤心难过的原因 他认为自己离开他后 妻子的生活会更加愉快 根据法庭文件 在2010年那年 该男子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由于非美国资产的限制 他将自己在加拿大的权益转让给了妻子 但是他依然保留了家庭企业 PH有限公司一半的所有权 该企业在农业土地储备中拥有约6公顷的土地 多年后 他的儿子成为了一名土地开发商 儿子发现自己不能出售这块土地 因为父亲拥有部分所有权 于是儿子终于雇人去找他的父亲 2018年 儿子悄悄地来到Roswell 告诉父亲自己身患癌症 将不久于人世 并且有人对这块地感兴趣 于是这名男子告诉儿子 他给自己做决定 并表示自己没有回加拿大的计划 男子同意以每股一元的价格总计53元 放弃他在公司的权益 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 我将这些股份作为礼物送给你 这片土地在男子离开家的时候 价值73,400元 而在21年的时候 儿子成功以2800万的价格售出 这笔交易的净收益 以赠予和低息贷款的形式 分给了妻子家庭公司 以及儿子儿媳拥有的公司 当这个消息传到该男子的耳朵里时 他拼请了律师 以147000元的价格 出售了自己在美国的房产 然后搬回了加拿大的低陆平原 暂时居住在女儿家中 男子表示 他原本以为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三分之一 并且销售所得会惠及他的两个孩子 但是妻子便称 如果他被要求向男子支付临时判决的款项 这将对他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资产并不是流动资产 并且他使用这些资产会对他产生负面的税务影响 而且一旦该男子的索赔不成功 这笔钱几乎不可能原数归还于他 但法院表示 考虑到这名男子没有经济能力来维持进行他的索赔 所以法院有必要下令来平衡两人的关系 法院指出 鉴于该男子在信中并未明确表明他放弃了哪些资产 以及这名男子表示 多年之后见到儿子时感受到的情绪影响 以及他在股份转让时所感受到的胁迫 该索赔有合理成功的可能性 法院裁定妻子需要在30天内支付给他22.5万加币 另外在24年3月1日前支付10万加币 以及在24年4月15日前支付11万加币 加拿大上个月失业率上升至5.8% 因该国人口快速成长 高利率影响就业 加拿大统计局12月1日公布11月的劳动力调查 显示经济小幅增加了25000个就业机会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增幅最大 而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 保险 房地产 出租和租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最多 11月失业率为5.7% 劳动力市场从疫情中强劲反弹后 随着加拿大经济疲软迹象更加明显 失业率自4月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去年GDP难以持续成长 最新报告显示 第三季经济以年率计算萎缩1.1% 加拿大失业率目前徘徊在大流行前的水平附近 但由于借款利率上升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失业率预计将继续上升 就业市场疲软也意味着更多工人应裁员而失业 报告与一年前相比 上个月失业者被解雇的可能性更大 随着工人为近期通膨上升寻求补偿 平均时薪持续快速成长 比一年前增加4.8% 加拿大央行将于中三宣布下一次利率决定 因为预测人士普遍认为央行已经完成加息 现时主要利率为5% 为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BC省警方独立调查办公室IO证实 Obsford周四30日发生了一宗射击警员的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遭警方开枪导致死亡 周四下午至晚间 罗伯逊大道和维尔街附近都有大量的警察助手 CTV现场影片显示 罗伯逊大道移动公寓大楼周围有警戒线 据Global News报道 Obsford警方表示 下午3点45分左右 他们接到报案 称Obsford地区医院内有一名男子携带武器 威胁要伤害医护人员 IO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当警员到达时 该男子曾与警察互动 之后有一名警官开枪 该男子受到枪击负伤 尽管立刻接受治疗 但随后人宣告不知 警方表示没有医护警察或病患受伤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闻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